有的人跟我说过 也是我的一位朋友 也是学这个乐器的 他说 对于有的乐器演奏者来说 那个才是真实的他 但我倒觉得 刚才那个 和刚才在之前 跟我们做介绍的 是你的两面 语言上你还有所克制 但是一拿起 Sax 他的感觉完全变了 释放了 特别释放 就是我觉得 听他远远说的 刚才那些故事 我听着特别 特别感触感触 就他的过去 跟我老公特别像 就是艺术兵 他是体育兵 就是他们其实都算是 文艺兵和体育兵 算是一类 对吧 所以他刚才讲的 好多东西 我都特别感同身受 挺希望能够 今天为他加油的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职场情商课 在职场中 你怎样看待 把朋友视为工具的 这种人 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恭喜你 我们直接进入到 谈前不伤感情 来 袁野看一下 两位为你留灯的企业家 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岗位和异项工资 我们先从营朗开始吧 来 小叶 袁野 你好 是这样 我们营朗文化给出的是活动执行的岗位 起薪的是四仙家 然后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在我们自己的活动里面 去担任一些表演工作的话 这一部分我们是另外付费的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有项目的话 你还有项目分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在北京 那个清零微影这边给的意思 就是东北的一个大区经理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影院房 就是我们在很多的酒店 把原来的电视机换掉 换成我的投影机 配置我的服务器 配置我的电影 然后就可以把酒店的那个录制率提升 因为它可以开很多终点房嘛 对吧 很多年轻人喜欢去看电影 那其实在这个模式 其实是一个新的模式 所以说我今年想开拓 这个业务就是在东北 我设一个点 就是由你来做我的这个区域总监 对吧 当地的 然后所以说我给的 给到你的底薪是四千 但是你 你未来你是在这个区域 你整个班子都是由你来搭建 给你的一个活动范围 包括你的上升空间 都是非常大 好 思考十秒钟 然后做出选择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 再见 做出你的选择 谢谢 谢谢各位 两位老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